今天是29号 2012 8月29号 现在时间是看到墙上是11点半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就是好奇宝宝的老妈的手 自从中风以来呢 她的手都没有问题 直到养护所了以后 因为没有24小时的康复 所以那个乒乓球束缚套 是几乎是很长的时间挂在她的手上的 那她的手就有了状况 那现在呢 我请教这个护理师 护理师跟我说 这个是有红外线的这个疗效 待一段时间以后呢 她的血液循环会增强 所以呢 我现在就把它戴在手上 然后要看她的 看她的手 有没有 她的血色 有没有变化 嗯 那我们现在看 现在我们看到 靠近这个 靠近这个 指头的根部的地方的颜色 开始变得比较 白一点 妈妈自己 妈妈也很好奇 把它拿来转 转过来转过去 嗯 长了一圈 根据 嗯 养护所的说法 她在这个乒乓球套里面 也是可以动的 也是可以动的 所以他们不认为说 戴着这个乒乓球套 就会造成手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因为 呃 呃 呃 好奇宝宝的妈妈 带这个东西 是才 才 从7月28号 呃 住到养护所以后 才慢慢形成这样的问题 啊 到这 到现在以来是一个月了 所以情况越来越恶化 那 所以现在 我觉得需要积极的来处理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小小的实验 看 他的这个血色 哦 看得很清楚哦 现在已经有进步了 刚刚 很深的 很深的红色的部分 深红色的部分 现在已经慢慢的退了 可是 现在才三分钟 待了三分钟而已 好 我们继续来 继续来看 哎 那我 我基本上呢 是希望 啊 不要束缚 但是因为不束缚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 那妈妈会去 他们说妈妈会去扯这个 扯这个 鼻胃管 但是 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 妈妈是从 七月十二号开始 七月十二号开始 这个 插上鼻胃管 七月十二号插上鼻胃管以后呢 啊 去 而 康复说 只有一次 扯掉鼻胃管 那是在插 鼻胃管的初期的时候 他插 弄的 但是后来 那个 二十四小时 勘服 非常的 尽责 所以后来都 没有再有这样的现象 哎 但是根据 养护所 因为养护所 并没有 二十四小时 看护 那他们的人力 是有限的 所以呢 呃 经过 呃 几次 扯掉 鼻胃管的事件以后 他们的 对策就是 呃 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 把他 只要他一上床 啊 就把他 呃 就把他 绑上这个 乒乓球套 束缚 嗯 那 所以 几乎 以他们的 呃 管理的这个流程 来说呢 二十四小时 如果下来 呃 两次 两次 每次两小时 加起来是四小时 所以有二十 二十小时 都是戴着 这个 这个乒乓球套的 所以等于是 非常重度的时间 这个手 是 呃 绑住的 但是 养护所 他们并不认为 他们认为 他在 这里 在这个 乒乓球套上 仍然是 要动的话 仍然是可以动 所以他们不不接受我这样的一个说法 认为跟这个东西是无关的 那我们现在 呃 想说 如果 这个猪猪 是可以帮忙 雪巡的 那 也许 当他们把妈妈手 那个绑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 带着这个猪猪吧 呃 或者是可以不要带猪猪 昨天在 这个 在 玉城公园 我第一次带妈妈离开 养护所 然后到公园去 那 那 碰到 妈妈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 呃 我在帮妈妈按摩手 的时候 他们就有提到 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 就用一个东西 把它 呃 用一个 呃 板子 把它 间隔起来 让她的手 不会 就算举起来 也不会 这个 扯到她的 鼻子的鼻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呃 呃 呃 我 昨天我的亲人来说 呃 不要用 木板 不要用一个板子 用 这个 绳子 也可以 就是绳子 绳子 放在这个 身体 跟 还没到了 15分钟了 啊 好好好 那我们就下来 啊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实验还没完 好 没关系 那这手还是继续这样 可以吗 哎 嗯 我的时间 这里是7分钟 啊 没关系 那现在 附件是要帮她 呃 从这个 现在的这个位置 啊 放下来 要做其他的附件 那我们的手 还是继续在这里 呃 我要请那个 附件是来看 现在比刚刚有进步 呃 现在只过了8分钟 啊 那 认为说用一个绳子 组绝 那后来 呃 呃 养副所里面认为说 用一个布条 呃 用一个布条 它的效果应该更好 但是 好像昨天没有做 所以我们再继续努力 希望他们用布条 代替这个 乒乓球的 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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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刚刚说要20分钟 现在10分钟 啊 看到哈 靠近手的这 这 是已经白了 才是 才过10分钟 啊 这最后面的这一截是白的了 哎 所以我 我要继续的做这个实验 看看 20分钟以后 它是不是 但是已经很明显了 我觉得 这是很明显 很明显了 很明显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它压的关系 压力的更新 可能是它有一个东西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不是更糟糕吗 为什么压在上面会更好 有可能 压在上面就是会防止 妨害血液循环 我说病白的时候 有可能是没有东西压在上面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病不是好吗 因为我刚以为这是 现在的这个光线底下 看不出来了 对 现在这个光线底下 跟刚刚的光线不一样 看不出来 对 光线的关系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的光线条件底下 可以让它看得很清楚 可是这个光线条件 就看不到了 就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所有的实验 都要有一个条件 这个光线是 这个光线是能看得出来 对 好 那我们就 那等一下要比较的话 还是要站回刚刚的那个 刚刚的那个光线 才看得出来 一样的条件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这样完全看不出来了 对啊 这样看不出来了 啊 OK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下一个 好 现在关张好了 现在没有办法看了